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什么事啊 药华的母亲过世了 妈 本来就只有我们两个相依为你 现在你走 我 我 你怎么可以丢下我 妈 你怎么可以丢下我 妈 不 妈 我好遗憾 我真的好遗憾 您不能看到 我跟药华结婚 我真的很希望 您能亲眼看着我们结婚 然后我们住在一起 好好地孝敬您 妈 我答应您 以后 我会替您好好照顾药华 您将安息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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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沛云 今天又去查山村了 我知道 你得加把劲 李晨叶瑶华收母丧 不能与沛云成婚的几件 赶紧将沛云迎回来 我会的 你可不可以 我父亲生前曾经在生意上帮助过我 我们情同手足 他生前的愿望 也是希望能让你当我的女婿 我呢 也有心 要完成他这个遗愿 但是沛云 不是我说东他就往东的人 只有他肯接受你 你跟他才有可能 我明白 我已经着手安排了 我会让沛云 知道叶瑶华的真面目 那时 沛云就会离开叶瑶华 回头接受我的 这没有把握 我不管你有什么方法 但你记住 第一 绝不可闹出人命 第二 绝不血伤及沛云一丝一毫 表姨父 你放心 我不是说过 沛云是我这一生的最爱 我绝不可能做出任何伤及沛云的事 那就好 那就好 好 将军 表姨父 今天是不是查山村村长的老婆 照例要送几斤好茶到咱们府上来 没错 照我说的去做 这笔子的钱 就全是你的了 这真是沛老板的意思啊 当然是沛老板的意思 沛老板不愿意让他的女儿嫁给叶瑶华 你如果能帮助他完成这张心事 事成之后 他定会重重的谢你的 这不成 这坏人姻缘的事 要下十八层地狱的 这沛老板又说了 如果叶瑶华 真取了他的千金木配云 那他将会收回 你们栽种采收的几座茶山 再也不租给你们 那 那叫咱全村的人喝西北风啊 是啊 所以为了全村人的生计 你就做个拯救全村人的善心土地婆 这会积下大大的功德啊 这是积功德 嗯 不过 这件事 恐怕我一个人也不行啊 那就多找几个人吧 好吧 为了全村呢 我不得不奔奔一下 也算是做善事吧 慧云 慧云 谢谢你 其实用什么 我非常谢谢你这段日子 常陪我上山习拜母亲 睡let 這樣 nursing 我都不能送 fountain 您等一次 送到待 negativity 你再帮我 送 top 我可就生气了 打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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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生气 我是真心感动 我真心感动于 你对我以及对我母亲的这份情意 我不应该这么做吗 你妈生前那样疼我 我这座媳妇的 不该吗 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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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母亲生前就已经把你当成 儿媳妇 那就对了 而且你妈 她不仅仅把我当媳妇 看得出来 她还把我当自己新生女儿一样疼爱哦 所以我这个媳妇呢 当然也得更遵孝道啊 以后咱们将初一十五上坟 改成逢十 都来上坟祭拜我婆婆 你说如何 好 不过问题是 我母亲把你当成儿媳妇 看在爷爷妈的面子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咱们种下这棵木棉花树 来年春天 也许就能看到它开花 也能看到相思鸟来了 但愿如此喽 那咱们许个愿 若来年春天 它真的开花了 咱们就定亲 你这是在向我求婚吗 讨厌啊 别闹了别闹了 好不好 这样子吧 我就答应你的求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真的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再见了 刀刀 拿去吧 让他们不要碰壞了当当 小蝶 妈妈对不起 妈妈必须拿当当去换钱 才能让爸爸明天去医院做康复治疗啊 如涵 不要 不要拿走孩子的末日 便拿走孩子的提琴 还给他吧 不 爸爸的身体要紧 就让妈妈拿当当去换钱吧 让爸爸到医院去做治疗 不用了 爸爸的病治不好了 不要再为我花任何钱了 如涵 如涵 把钱还给孩子吧 如涵 如涵 你 午涵 你呢 雪 你呢 看里面 我不哭 你也不要哭 好 好 爸爸不哭 不哭 爸 小爹 都是爸爸拖累了这个家 都是爸爸这个废物 拖累了这个家 爸 你别那么说 只要爸爸的病 赶快好起来 在阵前 给小爹买一把新的提琴就是了 爸 在阵前 给小爹买一把笔当当 还要好的小提琴 小爹就更高兴了 你说是不是 爸 咱们出去散散行 我帮爸爸推车 咱们去林子里走走 咱们去烧鸟 去听鸟唱歌 你说好不好 小爹 爸爸 爸爸私下 问过医生 医生说什么 爸爸的病 恐怕是治不好了 不 爸爸的病一定会好起来的 爸爸的病一定会好的 小爹 你答应 我 爸爸一件事 什么事 记住 一定要孝顺妈妈 记住爸爸的话 一定要永远孝顺妈妈 我一定会的 爸爸 爸爸 小爹 小爹 爸爸 你进去帮爸爸泡杯茶来 然后到林子里走走 去 去听小鸟唱歌 再见了 小蝶 爸不能 爸不能再拖累你们了 你要替爸爸照顾好妈妈 但愿来生再做爸爸的乖女儿 让爸爸来补偿你 再见了如寒 我今生会欠你的来世 来世我在偿还 爸爸 爸爸 家里没茶叶了 我去刘妈妈家寄点茶叶 我快去换回 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爹 再见 珠浩 再见 我的女儿 曹老师 曹老师 你这是干什么 你这是干什么 放开我 放开我 我不想活了 你就让我一死百了了好不好 我求你了 说这什么话 起来 起来啊 你这说了什么话 你要是这么死了 那小弟岂不就成了无父无母的孤儿了吗 小弟 还有他的母亲 他母亲可以照顾他 你以为曹师母还能活多久啊 你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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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说 如果你就这么投进死 万一曹师母因为悲伤过度 也想不开 那小弟 如果你们两个都走了 那么谁来照顾小弟 谁来照顾小弟 那小弟岂不就成为 无父无母的孤儿了吗 成了无父无母的孤儿啊 可我这么活着 只会拖累他们母女 他们一样没有好日子过啊 大夫 人只要活着 就有希望 只要有希望 再怎么苦也熬得过 邹老师 如今师母和小蝶最深切的希望 就是希望你 能够重新站起来 如果你轻生了 你就是彻底毁灭了他们的希望 那才是他们 那才是他们 你能够重新站起来 母女俩争着苦日子开始 可像我这样活着 只是窝囊 我生不如死 我无力养家 我 还活着拖累妻女 我 你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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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来 你回来 放开我 爸爸 小蝶 原来爸爸不要娃娃了 你不要小蝶了 小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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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暮 他 是 人 你 老母 拒绝 小蝶 是 小蝶 我 爸爸 这是你教我的 难道听话了吧 难道听话了吧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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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有一次 你在我的海边 曾经跟我说过 夏迪 你看到那僵石了吗 不管风浪 对他怎么打击 他都会坚诚地挺立场 他把风浪对他的打击 都化成了美丽的浪花 其实我们人也一样 人活着 就要不断地接受考验 去拥击风浪 今后小蝶 不管遇到 任何的挫折和打击 都应该坚强地面对 记住爸爸的话 放弃才是真正的失败 明白吗 爸爸 这是你自己说的 你怎么可以赢而无信呢 小蝶 小蝶 爸爸 小蝶求你了 爸爸 你不要放弃 一定要勇敢 一定要坚强 小蝶 小蝶 爸爸听你的 爸爸一定听你的 小蝶 小蝶 我的好女儿 爸爸 包子 热腾腾的包子 包子 热腾腾的刚出龙的包子 好嘞好嘞 两个是吧 我偷 Return 我偷看 我偷看 我的好女儿 我在大家 我偷看 我偷看 你 我偷看 我偷看 你 我偷看 我偷看 好嘞 好嘞 在你前 谢谢你啊 我的自己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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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偷 来人呢 抓小偷 我的自己冲 来人呢 抓小偷 抓小偷 来人呢 抓小偷 我的小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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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嘞 还大 不 我 阿姨,阿姨,阿姨,阿姨. 阿姨,阿姨. 阿姨,阿姨,阿姨. 大英岳家贝多芬曾说过 无论怎样的不幸 都会带来某种的幸运 说到幸运 眼前就一见 沐家小姐 沐佩云 她答应要长期 免费指导小蝶小提琴了 真的 真的吗 真的吗 嗯 真的 太好了 太好了 爸 穆老师要加我小提琴 穆老师要加我小提琴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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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怎么没有瞧见周师母 我妈妈上街买东西去了 还没回来呢 好 来来来 里边请里边请 请请请 老板 你夜里缺不缺人 我什么事都能做 来来来 老板 你缺人吗 老板 好好好 好好 别见 慢走 欢迎下回再来 老板 您店里缺不缺人 我什么事都能做 不缺 我店里不缺人 谢谢您 你急着挣钱 乡下来的 那我得告诉你 咱们这块地面 是三不管地区 这龙蛇混杂 行行荡荡 是明的坦 暗的坑 别说你一个乡下女人 在这地头谋生不容易啊 即便是在这仓大的汉子 想替人当个臭头 臭头你知道吗 就是替人家倒马桶 都还得先入这个马桶帮 拜老头子 老头子 就是帮会头子 这个地方既复杂又邪恶 小偷恶霸 随处可见 像你这么没门的瞎闯 万一碰上了人贩子 说不定啊 就被拐骗到妓院 或是蒙到外地去卖了 你知不知道啊 到时候你家里人找你 也没处找 听我一句吧 赶紧回去 现在回家还来得及啊 还有啊 以后家里即便是成的叮当响 也别在这儿套生活 老板 来来来 里边去里边去 好好好 您坐 您坐 想吃点什么 老样子 好好好 小二 收顾着 好好好 来了 卖包子嘞 腾胡萝卜腾腾腾的大料馅儿豹子 卖包子 您来看看嘞 包子 方如涵 你说方如涵是叶耀华的旧情人 是啊 这事啊 我本来不想说的 可以想到穆老板 对我们茶山村恩仲如山 这事我要是再瞒着你们呢 我阿桃便是忘恩负义了 因此啊 今天借着送茶叶到雨上 我就把事情给说开了 这叶耀华和方荣涵 不但是旧情人 而且至今还藕断丝连 关系啊暧昧得很呢 你胡说 哎呀大小姐 是真的 你要是不信 你可以到我们村子里 再去问问其他人呢 我还真是不信了 这方如涵有哪一点 能比得上佩云呢 何况方如涵还是个 有丈夫有小孩的妇人 就算叶耀华与方如涵 过去真是一对旧情人 而今也不可能舍大小姐 而与方如涵还有什么暧昧才对啊 是啊 这大小姐 各方面都远胜过方如涵 可我那口子说了 这狗要吃屎啊 你拿砂糖也是换不动的 谁知道他怎么想的 更何况 何况什么 何况村子里还流传着另外一种说法呢 什么说法 说是方如涵的女儿邹小蝶 其实是叶耀华的种 瞎说 这是别人说的 听说有一回 方如涵和叶耀华大吵了一架 这后来 方如涵赌气才嫁给了邹平为 谁知道婚后才发现 肚子里早有了叶耀华的小孩 那孩子啊 就是邹小蝶 不可能 谣言全是无稽的谣言 空穴不来风 叶耀华 这那方如涵还真是出奇的体贴 这两人说不定 还真有什么不可告人的暧昧 是啊 自从邹老师受伤以后 这叶耀华成天就往邹家跑 村子里还有人瞧见他俩 在邹老师的背后 聋聋抱抱的呢 真的 是啊 我不信 我不信你说的 上回你不也冤枉了耀华和方如涵 现在竟又来犯弄是非 云兰 送客 慕老板 我可是该说的都说了 行了 行了 别在这儿嚼舌头了 回去吧 走吧 你们不信哪 还有其他人证呢 别信 去村子里问问其他人嘛 你们问一下 了解一下 你们去问去问哪 不可能 不可能的 我还是要亲自去了解一下 小姐啊 已经不止一两回了 我亲眼看见他们两个在一起 甜甜蜜蜜 清清热热的 如果不知情的人 还会以为他们是一对夫妻呢 哦 是啊 是啊 这你可信了啊 不信 我再带你去问问其他人 没说嘛 没关系 你就直接说嘛 就说前两天吧 我正好路过叶家 就瞧见方如涵进了屋子 好半天不出来呢 他们两个呀 你不是说你路过吗 怎么知道他们在屋里待了半天不出来 肯定是好奇 多待了一会儿没 是啊 是啊 我好奇多待了一会儿 那也不能证明什么 说不定是方如涵 为了谢谢药华 平常对他们一家人的照顾 进屋里 帮单身的药华煮盆饭罢了 这 我自己找叶药华 求证据 大小姐 你可不能把我们出卖了啊 是啊 放心 我不会提起你们的 那我就不跟去了啊 怎么办呢 管他呢 各说各话呗 总不能为了维护他叶药华 落得一家人和西北风你说是吧 那是 那是 他不在家 去哪儿了呢 去哪儿了呢 哎 药华 进城啊 是啊 去还书 好好 如何 你问其他人的结果怎么样 我来 我来 我饿了 你们去吩咐厨房给我弄点吃的 是 怎么样 这一趟 可是证明了插山村村长的媳妇 说的都是实话 是吧 我早说过叶药华那小子 不是什么好东西 只要是这样 那叶药华就太可恶了 我还没向药华求证呢 他不在家 有人说他进城了 我没遇见药华 不过我还是相信 他绝不是那种人 自欺其人 我给你 那把银子的事 你去那儿 你去那儿 我会不会有一个小孩 你去那儿 我会把你去那儿 你去那儿 我会把你去那儿 我们的私交非常好 他私下告诉我的 就在你的订婚礼 被叶耀华摆了乌龙后 他到茶山村查访 听到了一些 害人的传言 都说 你被叶耀华所救的那场绑架案 是叶耀华一手安排的 为的是即死接近 好图谋木家的财产 日后 再与方如涵远走高飞 不可能 我只是把我听到的句实转述 信不信得再表妹 还听说 邹平梅受伤的那场车祸 也是叶耀华故意制造的 为的是害死邹平梅 好夺回他的旧情人方如涵 你瞎说 叶耀华他自己和他的母亲 也都在车上 车子往山崖外翻路 他能算准 死的定是邹平为 而不是要和他自己和他母亲 是啊 传言不可信 怎么先前没有听你说呢 先前我哪敢说 说了怕您和沛云 误会我是搬弄是非 这会儿也是你们亲耳听到 查山村的人是怎么说叶耀华的了 所以我才忍不住想告诉你们 幸亏这事让我知道了 我才让那记者朋友啊 无论如何 绝不能让这项传闻登上报纸 否则 否则 我非给活活气死不可 我看 我这条老命 迟早要断送在叶耀华的手上 爸 您别这么说 是啊 奔剑了耀华 听听耀华这么说吧 谣言止于智者 我不该对耀华有任何的怀疑 我也不须再问耀华了 哪怕是 他亲口向我承认 我都不信 岂有此理 那要怎样 你才相信 眼见为实 除非是耀华 他与风如寒 这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 在我眼前发生 否则 任凭谁说什么 我都不信 你不信 这一个感情 不是 是 会免你 年轻人 实在听耀华 你 试图 这样 我cert 播 Fle место 看 YouTub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